该视频演示了如何在 Windows 中启用启动程序 如果启动程序之前被停用 或者在前一段时间只安装了一部分 您可能就需要启用这些程序 在搜索栏中,键入 msconfig.exe 然后在结果列表中选择系统配置 Windows 可能会要求您确认是否需要打开该程序 或者允许更改您的计算机 依次单击运行、继续或是继续安装 在系统配置窗口中,单击正常启动旁边的复选框 单击应用,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提示您重新启动计算机,请单击重新启动 您的启动程序将会启用